大家好,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大陆的地方政府已经没钱,除了到处罚款之外,还出动公安去跨省绑架勒索,他们会给你乱案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说你涉及一宗经济犯罪,现在你要跟我们协助调查,然后把人抓走,抓走之后就敲诈勒索,你要是不给钱就走不了。 现在已经有很多地方的商人都被人跨省抓捕,最终要交赎金才能够走人,这个举动会导致更多的人逃离中国,因为你在中国,你的钱根本就不是你的,随时都会有机会被人拿走,地方政府现在没钱,那他们还有什么找钱的方法? 就是把国有的资产卖出,其中有一个城市居然把市政的水务公司,还有公共交通系统都出售,完全让人意想不到。 去年天津就把70%的市属国企打包出售,重庆也做过类似的动作,因为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实在是太大,所以各地都以盘货资产,砸锅卖铁的名义来出售国有资产。 一个新的私有化浪潮正在悄然展开,而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当各地他争相把他们的资产卖出,例如把某个城市的停车权卖出30年,那谁会去投? 当然是那些手上有钱的人,这些资产不会卖给国企,因为国企也没钱了,也要拿出来卖,所以只能够卖给私人企业。 而有能力买的人当然是那些贪官,那些贪官会活同奸商,大家合伙买下来,价钱当然是高不到哪里去,一定是以见得不能再见的价格来出售。 这样最终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各地会有很多的资产私有化,然后一没钱了就会拿出来挂牌众筹。 我一个人搞不定,我出一半的钱,剩下的钱就让公众来募集,大家一起来投资,大家都是股东,这样政府听起来就会觉得没有那么不爽。 没办法了,就让你集资吧,因为没有人可以一次过拿那么多钱出来,只能去打公众的主意,只能打银行存款,特别是定期存款的主意。 这样子最终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独立资产,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有机会演变成好像当年四川的保禄运动一样。 因为民众拥有了自己的资产,政府一旦想要侵吞的时候,他们就会跟你拼命,比如政府把某条铁路,或者是水物拿出来卖,这样就成了民众也有份入骨。 你现在想拿回去吗?开什么玩笑,不跟你拼命才怪,所以就很有可能会演变成当年晚清时代的四川保禄运动,然后最终就出现四川独立,还有各个地方都成立了独立的势力。 因为地方政府已经把资产卖断了,它跟中央的关系会越来越远,因为他们没有去拿中央的财政补贴。 因为中央也没有钱去补贴地方,只能让地方政府自己搞定。 既然我自己能搞定,那你是不是没有理由来无故抢我的东西? 我卖了给民众,你以为现在那么容易就能抢回来吗?你说抢就能抢吗?民众不跟你拼命才怪,所以我认为最终的情况是会牵动到各省,可能会有一个独立的种子洒向各地。 原因是以前人们没有一个共同的利益,你如果是讲民主,讲人权,讲法治,其实中国人根本不会介意,因为这些东西大家都没有。 但是,如果是某样东西,如果你自己有份,而人家来抢你的时候,你就会跟他拼命。 就像我之前已经讲过很多次的前苏联故事。 某一天,斯大林去农村视察,他看到有一个老人家,那个老人家很开心,上前跟他热情握手。 伟大的斯大林同志你好,然后在旁边围了一大堆的群众演员。 但是这个老人家是真的,斯大林很亲切地握着他的手,然后问他, 老人家,你那么支持我们的伟大社会主义祖国,那如果你有一辆货车, 你会不会把他奉献给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老人家说,斯大林同志,当然会,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斯大林又指了指旁边的一块农田,问他,这块农田如果是你的, 你会不会把他奉献给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老人家说,斯大林同志,我当然愿意, 奉献祖国是我的荣幸,然后斯大林又指了指他牵着的一头牛, 问他,老人家,你会不会把这头牛奉献给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这个老人沉默了很久,最后挤出了一句,不愿意。 斯大林问,为什么?老人家回答道,因为这头牛是我的。 插一段广告时间,多谢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还没安装VPN的观众,记得快点安装Surfshark VPN,多谢。 但是,只要你直接去动他身边的东西,他们就会跟你拼命。 当然有人会说,现在他们存在村镇银行的钱打水漂了, 他们最多只是会跪在那里。 没错,有一小部分的人确实是这样, 因为他们是少数,是被人打压的少数。 但是,当全国都出现这样情况的时候,就会变成了多数。 而且,苦日子肯定会多多少少磨灭掉一些党性。 无论党性有多强,奴性有多强, 当苦日子过久了之后, 人类潜藏在内心的那种兽性就会爆发出来。 党性根本包不住兽性。 实际上,文革也是一样。 为什么在文革时代,所有的中国人都会像禽兽一样? 出来逗老师,逗领导。 因为当年其实就是低下阶层出来, 要逗到领导阶层。 每个人都有机会翻身当作反派, 所以争相加入。 本身你是大官, 进出门都是坐车, 晚上顿顿都是大鱼大肉。 但是,我们却连点吃的都没有。 那不打倒,你打倒谁? 什么彭罗、陆阳? 国家主席刘少奇统统都要打倒。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在未来这几年, 中国绝对会出现全国大暴动。 革命的种子其实已经正在到处撒, 而现在中共也是正在把不断把不同形式的种子撒向大地。 当他们越来越多地推出那些压制人民恶政, 包括这次的延迟退休三年, 也会激起另一波的人出来。 再过一段时间, 这样的种子会越撒越多, 所有的种子会全部一起生长出来。 春风吹又生, 最终就可能会演变成当年的东南湖部。 所有的省份纷纷宣布独立, 脱离中央。 辛亥革命也是靠这样推动出来。 不然, 如果只是靠新众会的那几帮人去搞一下暗杀, 搞一下小规模的游击, 根本就无法推倒满清政府。 当年是由四川保禄运动引起, 然后紧接着东南等各地全部宣布独立, 然后北洋政府成立, 燃有兵权的袁世凯振逼一户, 比清廷退位, 这样才可以推翻满清。 所以中共研究了那么久, 我搞不懂他们有没有去研究满清, 他们可能只是会去研究共产主义的极权, 但是现在有陈性无光, 再加上瓦钢债, 再加上黄金, 然后还有皇朝, 所有的东西架在一起, 这可不是单纯的东西, 每一件事都有机会撒下革命的种子。 所以中国在未来的这几年绝对会全国打乱, 为什么那些有钱人都要跑到上海去? 因为他们觉得上海相对安全一点, 反正他们的感觉就是这样, 但是其实不对, 他们最终的目的是想透过上海, 看看能不能够肉身翻墙, 看看能不能够把钱安排在上海赚出去, 因为上海是中国最有钱的地方, 一定会有方法可以转走, 像是在山西, 湖北, 陕西这种地方根本就不会有门路, 所以在中国要么是上海, 要么是香港, 但是他们不敢去香港, 因为他们很清楚, 香港在某程度上比湖北更危险, 比陕西更左, 所以他们不敢把钱带到香港去, 大家一起峰里面, 但是我们不知道, 如果在海底下旋转的地方, 会有那么多些意义, 在这一个地方的地方, 而会有没有关系的地方, 应该要去山东西,